台灣名嘴 確保大陸疫苗 感動很多國家 No.1 都打了 都開始了 都是打來一家 都買到了 都買到了 都打什麼輝瑞嘛 都是德國BioNTech 都在打了 都買到都在打了 那我們在吹牛吹完了以後 現在說疫苗沒有用 疫苗沒有用 還要在觀察 不是還在觀察 沒有那麼有用 結果突然間大家聽到說 開始可以打疫苗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上禮拜就開始說 醫院可以打疫苗了 打流感疫苗 我要新冠你給我流感 No.2 廣州確診才多少人 一百 加起來一百多人 不是一天一百多 是 totally一百多啊 我們這邊一天就一百多了 你那麼好了 我剛才沒起 廣州塞了三千六百萬 我們一天只能塞五萬 人家不到一個月 塞了三千六百萬 我們要塞兩年啊 我不要笑死人啊 我三個禮拜之前 我就想要蓋房間 要蓋走就蓋走 你看人家那個火眼時間 是蓋十個小時就蓋起來 十個小時 不是十天 十個小時就蓋起來 我跟人家比什麼 失敗 承認失敗 承認不如人 No.3 很嚴重 缺得很嚴重 這個時候 經濟能力比較好的 台灣的一些朋友 不管是企業家也好 留學生也好 或是一般的人士也好 對於他來說的話 與其遙遙遙等那些 這個看不見的疫苗 或者是在台灣冒的 這個被感染的高風險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他最後做了一個選擇 什麼選擇呢 那就是離開台灣 到海外去施打疫苗 長榮的航班已經 搬搬客滿 而且不只搬搬客滿 而且呢一直在增加航班 而且呢票價一直在上漲 商務艙整個坐滿 商務艙一張票 都要十幾二十萬台幣 會坐滿 這代表什麼呢 這代表有錢的人 都往外走了 所以經濟能力狀況好的 那麼就往美國 往大陸的方向再走 這個情況在台灣就說明了 台灣經濟能力好的人 太驚人太恐怖 全大陸民眾同時監工 最高的時間點 同時5400萬人同時觀看 這個數字太驚人了 當這個火球山醫院蓋好的時候呢 可能台灣有些網友說 就是個組合屋嘛 直接看裡面的內容 裡面包括了重症監護病床區 只花了10天的時間 所以BBC去算 像這樣的床位的配置 跟相關的內容 正常時期蓋一個醫院的話 大概是一年半 到快兩年的時間 大陸的疫苗 等於是已經每天 一千萬人是在打 我每天都要打電話回去 我們在彰化 彰化也有疫情爆發 風險蠻高的台灣 尤其在台北 因為我們是台北的嘛 所以就是說 暫時還是先別處 可能等趨勢稍微暫一點的時候 可能再過來打疫苗這樣子 我就叫他們來大陸 我叫他們趕快 我叫他們趕快過來這邊 而且甚至有朋友 真的就是要過來這邊打疫苗的 因為在這個疫苗 或者這個安全方面 好像這邊確實比台灣做得好多了 只要對人民好的 像我覺得國藥這種 本身就是 這個世衛認證的這個疫苗 只要大家人民可以 這個生命安全有保障 我覺得才是 第六個 聽說到大陸去打疫苗的班機 也都很滿 您了解的狀況是怎麼樣 如果大陸採取一種作法 它可能對台商非常有幫助的是什麼 它不是在機場大陸 它是在入境處 這下飛機的地方 如果下飛機的地方 下飛機的選擇讓你自由接種 所以前往大陸的台商來講的方便性就是 它爭取到了這個 集中管理的兩個禮拜 它已經接種了第一劑 有道理 第二劑 我相信會有更多台灣民眾情況 因為很簡單就是 航程很短 那危險性很低嘛 然後大陸控管又比較嚴格 No.7 就說乾脆直接封城 直接進入市集警戒 我們一次把它解決掉 嗯 我現在跟大家道歉 我說錯了不可能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這一個禮拜我發現 台灣根本這過去這一年多來 什麼也沒準備 什麼警戒 警戒就完蛋了 對 因為你相關的演練 調度完全沒有 醫療物資的囤積完全沒有 人員的訓練完全沒有 軍的配合完全沒有 你現在如果封城會死很多人了 嗯 所以呢根本不可能了 所以抱歉我一個多禮拜之前 我誤判行事 我以為他們至少有做基本的準備 結果這一個多禮拜看下來 是完全什麼也沒準備 No.8 把台灣的現在疫情 不是很嚴峻嗎 北京東方文化中心的這個主任 曾念先生啊說要捐贈 給台灣500萬德國的BNT疫苗 500萬的大陸產的這個國藥疫苗啊 祖國大陸對台灣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從以前的這個口罩這樣子 找進戒口 願意給我們大陸 大陸自己很快就能製造出口罩 不稀罕 防疫的這個模範身這個這樣子 就好像打水漂式的 好像在講假的 這個這樣子要贈送 共一千萬劑的這個疫苗 給台灣 人家也不是要說你怎麼樣 這只是為了台灣的同胞的這個 生命安全的 祖國這樣子 對我們所做的這些事情 我覺得真的 患難 No.9 這個啦 你進超商有沒有一支筆放在那邊 有 幾個人摸 我們台灣到現在還在這樣子在防疫 我講真的 我們到現在還在一支筆 二十個人五十個人 一直拿來切拿來用 我覺得真的很丟 你不覺得誇張嗎 而且我們一直笑中國大陸說 結果人家有健康碼 對 你剛剛看那個QR Code那些 來 再照一下蔡英文那個 我講一個現在他們健康碼怎麼做 你知道嗎 我今天這個QR Code 我先坐完高鐵 從台中上來台北 我量過兩次體溫對不對 進站一次 出站一次對不對 然後呢 我又上公車再量一次 然後我要進學校再量一次 我跟你講 健康碼上面都告訴你 藥州 你上高鐵三十六點一 上哪邊三十五點八 上哪邊 整個還告訴你 你的溫度序列是什麼 順便幫你做健康自主的工作 人家健康碼是不是這樣 我們的健康碼現在呢 我聽說他們很厲害 他們直接會 比如說B一下 就知道你打疫苗 打到哪裡 這個都是基本的 都幫你整理的好好 對 你的足跡 溫度 你身體狀況 都幫你記錄好 No.2 大陸人搶泡麵幹嘛呢 這個 你搶泡麵也就算了 南部人跟中部人 你搶什麼泡麵 搶到了 你又沒有水可以泡 結果就有人去嗆說 你台北人幹嘛搶泡麵 搶到泡麵 你又不一定有 No.10 在台灣呢 有人呢 帶著一點嘲諷的口氣 問我說 你這麼愛大陸 怎麼不去打疫苗呢 我這不就來了嘛 我願意打祖國的疫苗 直接來講 我想要打祖國的疫苗 我甚至於啊 迫不及待 要打祖國的疫苗 祖國的疫苗好啊 柯西也好 是國藥也好 他們都是獲得了WHO 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的認證 世界衛生組織在認證的過程中 是有嚴格的審查機制 那麼相較於這個國際授權的這個程序來講 那我在台灣的話呢 不曉得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這個 No.11 我覺得如果政府在這樣子這個阻撓的話 那就是沒有把台灣人的人命 健康放在第一位了 那你想 我們現在疫苗是真的是全世界的敬陪莫作 大陸已經送出去3億劑 3億劑疫苗了 然後呢 然後我們台灣我們去拒絕嘛 你再拒絕下去 其實現在最需要什麼 是我們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你怎麼能叫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不穿戴任何防護裝置 就這樣子刺刺身裸體的上去上陣 你對得起我們的 No.12 你家裡的財買怎麼解決 就是買生活用品什麼的是吧 對對什麼雞鴨魚肉什麼的 青菜水果什麼的 哇 就一個禮拜自己出去 就是其實政府是沒有管控 就是你可以出去啊 嗯就是啊 我們這邊 你分的 他有的小區呢 可能管的比較管控比較嚴格 他給你發一個發一個卡 什麼單州級 就是按那個數字嘛 對吧 單雙數出去 我們這邊我我家這邊是沒有分 就隨便你你其實你可以出去 就是在就是在我們這個鎮這邊 嗯是隨便走動的其實啊 但是我們自己也不敢出去啊 對吧 那那就是可能我一個禮拜出去 一個禮拜去超市一趟 就把一個禮拜的這個生活用品 全部採買回來放在家裡 然後等到下個禮拜快 快沒有的時候再出去一下 所以所以你那時候在無錫的市場 在超市買 想買的東西都買得到就對了 超市都買的 都有的物資都保障都很充足啊 好好好 了解了解 欸那個西先生 其實像物流 不好意思 因為像物流啊什麼都是正常的 物流 生活保障的那些就是運輸物品啊 快遍 蔬菜就是運送那些菜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就是供應鏈都是正常的 好 那西先生我們現在呃 就講給你聽也不怕你笑 我們這邊的疫苗已經快打完了 我們只有A 對 你贊成大陸賣疫苗給我們嗎 我個人是肯定 NO.13 我都不想用 大家誰不緊張啊 然後我們的蔡英文在幹什麼 今天特別發了一篇文 露露燈 他告訴我們不買BNT的最大原因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他說是因為那是中國大陸一代理商 那中國大陸代理商呢 萬一BNT疫苗出什麼問題呢 你沒有辦法求償 蛤 他是合格合法合格的代理商耶 欸 我跟你講這個就好笑了 他居然是用這麼 果恩莫角的原因說 你沒辦法跟中國大陸的求償 那我就 我就覺得很便宜 那我請教一下 現在台灣來的最多的是什麼疫苗 AZ對不對 但這個AE來的最多 60萬計是誰 是COVEX給的 請問一下COVEX是AZ的代理商嗎 對喔 不是喔 他也不是要分公司 也不是喔 什麼都不是喔 他叫世界衛生組織 那假設這60萬計的 AZ一秒以後有人出問題了 請問一下你打算要跟 譚德塞求償嗎 你打算要跟譚德塞求償嗎 所以你在說什麼幹話 你就是不想用而已嘛 那邊扯一大堆幹什麼 扯什麼東西 你直接講說只要有碰到中國人 我都不想用 你直接這樣講不就完了 不是這樣講最快 最好 我們台灣就全部 意識形態 全部民主主義 就跟他拚了 我覺得這樣願意支持 No.14 一秒改來改去 你看人家怎麼防疫的 這是大陸啊 昨天一直傳的照片 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在廣東 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亮點在哪裡呢 在這個 紅色這個 他們那個塑膠魚當那個漁衣啊 這個就是他們 他們26號 這是前幾天拍的 他們在做PCR檢測的時候 忽然下雨 可是繼續的那個 繼續的這個採檢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這個是白天 你看這是晚上 這是空拍的畫面 人家打疫苗 其實他們是派對打疫苗 那後來呢 他們的這個 施打的這個 這個場所也蓋好了 臨時搭建的蓋好了 人家的行政能力 下大雨沒關係 過兩天就蓋好了 我們看看大陸怎麼防疫的 其實沒什麼絕招 就兩招嘛 是 普篩跟打疫苗嗎 自己的 都沒有 碰到 表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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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